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他会在24到48小时内 决定是否对叙利亚针对平民 使用化学武器予以报复和还击 之前川普就叙利亚疑似发生的化学攻击 抨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称他必须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医疗人士说 4月7日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杜马镇 发生的袭击事件导致数十人丧生 据在美国的叙利亚美国医学学会报道 至少有48人死亡 他们的症状表示接触过化学物质 他们引述在杜马镇的医疗机构称 超过500个有类似症状的人 被送到这个医疗中心 一位在当地的医学院学生对BBC说 大多数患者都是妇女和儿童 他这样描述一名垂死男性的细节 他的瞳孔放大 嘴里有泡沫 他的心跳很慢 然后吐血 我能预见到他会死 外界对于此次化学袭击 普遍感到愤怒 教宗弗朗西斯说 没有什么能证明 对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使用这种惨绝人寰的手段是正当的 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在这次化学武器事件后再次发动袭击时 白宫国土安全顾问波瑟特告诉美国广播公司 我不会放弃这个选择 如果叙利亚政府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威胁要对叙利亚空袭 美国国务院也曾表示 这起袭击如果得到证实 就要求国际社会立即作出回应 叙利亚国家媒体指责恐怖主义的媒体 编造了关于化学袭击的报道 来阻碍政府军通过东谷塔进军 联合国安理会计划4月9日讨论此次事件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